你在租住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座房子的上一人住户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做啥的怎么来的 以及怎么没的 出入东京的棱子晚上回家时 从邮箱中就取出了各种广告 账单 还有一封寄给灵子的信 显然这样的事已经不至第一次了 于是棱子想都没有想就把它给丢掉 但是刚想走 他突然鬼迷心窍的返回把信捡起来 因为他想看看这寄信的人是谁 写的是什么 然而回到屋中拆开信 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之后龙子不是很在意的 把他再次丢进了垃圾桶中 第二天晚上回来时 他又又收到了同样的信 同样这次龙子还是把它带回 拆开看了 这次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肉麻的话 看的龙子是莫名其妙 而后继续垃圾桶对待 然而第三天晚上 当龙子习惯性的打开又讲后 他又又看到了那封熟悉的信 虽然有些无奈 但还是继续带回 拆月 不过再看到信件上写的 今天会来看你 一直对信件包有好奇的龙子 突然莫名的感受到了一种恐惧 于是他赶忙跑到人门边 很不放心的检查门锁 一机又加热到锁 可是这样做完后 龙子还是不安心 所以他又打开了电脑 灯入上了万能搜 收入灵灵的名字 敲下了回车 结果他想要的答案出现 那是发生在一年半以前的 一起杀人事件 当时的女主角 就是一个叫灵灵的女孩 因为她是在公寓外被害的 所以警方认为 这事定是跟踪狂犯的 既然能被称之为跟踪狂 那对隐匿 肯定是有一事 所以至今为止 犯人并未抓到 看到这样的新闻 龙子当时就慌安 不过他还是准备继续返约 这样就查到了 那个灵灵当时所居住的地址 再点击去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不正是自己 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吗 看到这儿 龙子眼皮直跳 小心脏吐吐的 这么倒霉的事 就被自己遇上了 知道龙子赶忙合上电脑 这太恐怖了 可就是这时 他家的门铃双相 听后他整个人就有些发猛 但门铃双响了 或者间里面没有回应 可能是急了 便开始对了门 就是一顿狂窍 这样的举动 无疑之境的龙子 浑身发软 手脚乱颤 不过他还会拨通 报警的电话呢 那窍门声就没有 当龙子撞了胆子 朝外看去人没了 但是在门下的邮箱里 他再次发现了一封信 惊恐过后 龙子拿着这封信报警 并且他对警官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他怀疑写信的人 就是当年的那个跟踪狂 他这是把自己 当成那个被他杀害的人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他的猜测 警方也不能单凭 几封爱美的信 就开始乱抓人吧 所以警官让他回家先等信 他们会加强巡逻的 当龙子再次回到家楼下 是已是午夜了 走到新巷这时 他又鬼迷心窍的想去看看 结果没有意外的是 他第N次收到了那封信 不过与之前不一样的是 这次的内容不太暧昧 并且里面还附带了一根手指 龙子被警的赶忙上楼 但因为过于惊恐 他没有发现 那根假在门把手上的刀片 刀片伤了手 血瞬间流出 这似乎印证了刚刚的那句话 不过以这种形式在一起 确实蛮诡异的 还是这时 龙子就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再回头他看到了一个黑人 接着龙子顾不得疼痛 赶忙开门回屋 隔天他只有再次报警 警察上网后随便问了几句 便准备离开 不过在离开前 警察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 再次看了下龙子家的门号 几天后 龙子在家饭馆吃饭的时候 因为走得匆忙 一不小心把手机拉下 正巧被眼神豪使的超田君捡到 本想着接着这个手机 就能得到交配权的超田君 追了出去发现人没有追上 无奈超田君就跟这里的扶生 打探了一些有关龙子的信息 扶生听后只是告诉他 龙子昨天的生日是一个人过的 之后 超田君带着龙子的手机回家了 他想着拿着龙子的手机 龙子怎么的不也得主动联系自己吧 不能想刚到家中 他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再看屏幕上的开机密码 他突然就想到了龙子的生日 一输入果然是对的 他成功的窃取了龙子的秘密 而刚刚的那条信息 正巧就是一个男人发的 看着那个聊天动态 超田君心里痒痒啊 然后一个没控制珠子就点了进去 再然后就看到了一堆的微读信息 超田君并没有意识到 当他点进去的那刻 龙子手机中的消息就变成已读的了 那头见到了信息已读 就赶忙再次发了信息过来 看到了这样的信息 超田君已乐 这是男友骂 但他不能回啊 他只有倒头大睡 大约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那阵信息声则把超田君给吵醒 醒了后他继续点开信息查看 他看到那边显然是已经怒了 不过这样的怒气值 在被凌晨两点的一度不回电影后 就彻底的炸了 电话灯那头由开始的谩骂 变成了威胁 甚至是要杀了他 这一幕 惊得超田君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他只有倒在床上瑟瑟发抖 这样一抖 一夜就这样过去 但是他是熟悉了 龙子这边就着老罪了 凌晨两点有人把他家的门给敲开了 那是硬逼着他吃盒饭的 早晨超田君这边 他起床出门后 他则看到了警察 法医都朝他家楼上跑去 奔着看车闹的心态 来到楼上他才知道 昨夜在这里 有个好看的小姑娘 被人残忍的为了盒饭 听到这儿超田君 有种不好的预感 再看他那手机中 刚刚收到的信息 他忽然急逼各地直气 接着他下意识地四处张望寻找 结果就看到了 那个拿着手机发信息的扶生 不过当他在凝视扶生的那一瞬间 扶生也似有所感地抬起头 看下了他 再看超田君一脸惊恐的表情 扶生则露出了一副残忍的笑容 当龙子被抬出去的几天后 这所房间又迎来了一个小姑娘 当众人在给小姑娘搬家的时候 电视机中则播报着龙子的行为事件 没有意外犯人还是没有被抓到 但警方倒是发现了两人被害的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居住在同一所房间 都是用同一个邮箱 故事到此结束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 某社交平台 你可千万别开一毒功能 要不然那可是会出人命的 故事二 书家的嫉妒与共同的似乎 兄子是一家轻柔的头发 但不了解情况的 还以为他是哪家的千金小剑 因为他总是目红一切至高气昂的样子 惹到楼内的浮生 早就看他很是不爽 就连同样为青楼的莉莉 跟他走在一起是 也被他下事当成了跟班 这晚下班回家的他们突然发现 每晚送他们回家的私机换了 而且换的还是因为 看着很没有眼力价很帅的大叔 这无疑是惹的性子很是不满 于是途中的性子 便开始不停的抱怨 为啥不换个年轻帅气带的司机 就算途中不能干点啥 那至少他看着也养眼呢 说话间立立的假刀 不过当他下车后 他还特意的敲了下主驾驶的窗户 当面与司机大叔道谢 不明所以 那接下来大叔就想问 星子到哪呢 星子很聪明的只包了个家附近的地址 又因为太累了 所以星子在车上就睡着了 不过当他被大叔喊醒后 他经常发现 车子竟然来到自己家的楼下了 所以他疑惑的货问大叔 是怎么知道自己家的 可见大叔不但不回答 并且还用一副很诡异的眼神 看向自己 不知为啥 那个眼神看着星子浑身鸡皮革的直起 所以他不再准问 而是颇为恼怒的直接下车 当然途中又避免不了一对牢骚 来到楼上 星子刚喝了口水 就听到楼下的车喇叭响和不听 这种声音吵得星子很是烦躁 来到阳台上再看 原来就是那大叔的那辆车 于是更为愤怒的星子便直接下楼 准备找大叔理论 不曾想来到楼下后 那个讨人前的大叔竟不见了 是哪里都没有的那种 不明所以的星子只有无功而发 可是来到门前他才发现 因为刚刚走得太急 门竟然忘记锁了 但是他也没有很在意的直接上楼 然而回到楼上 明明门窗都是紧闭的 星子却莫名的感到背后发汗 浑身鸡皮革的直起 当他在屋内四处寻找张望的瞬间 在他身后的厕所门突然打开 开门声惊得棱子浑身一击灵 再回头 他看到了那个令他很是讨厌的猥琐大叔 只见大叔手中拿了电钻 很是兴奋的冲向了星子 昨天没有星子的青楼还照常营业着 唯一不同的是莉莉顶替了他 得到了老板的气种 成为了青楼的头发 这是再看莉莉 他竟露出了一种阴谋得逞的微笑 再回想起那晚下车后 他不明所以得对大叔说了声谢谢 显然这一切都是他埋好的 故事到此结束 从古至今 妒忌就是把双人牵 他不仅会伤人 更会伤气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才能不被别人给嫉妒呢 平庸 只有平庸的人才能不被嫉妒 因为会妒忌你的人 都是没有你优秀 没有你能力强 又不肯努力超过你的人 就只能天天在壁窝里 画个圈圈 诅咒你呀 妒忌你 所以也不要相信 什么做人做事要低调的话 低调确实会少很多麻烦 但是却不影响那些死脑筋的嫉妒 不是有句话叫 欲加起罪 何患无辞 所以你只管有秀 让别人妒忌去吧 当然顾忌的性子 却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他 我只能说 活该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的请别忘帮忙点 关注收藏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